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来讲的是天台九祖传 就是把中国佛教天台中的前面的几位祖师 他们的传记来介绍 那这样的传记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可以实际看到祖师是怎么样在修行 他们的用功 还有他们所证悟的这样的境界 同时还有他们怎么样在教导 所以从祖师的传记 我们就好像很亲切的 不是只有从义理这样的了解 而是从真正的一个人 他也是人 他是这样子修来的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就比较会有一种 好像我们可以学习的典范 就是说人家也是这样在修行 我们也是人 那我们也应该要来学习修行 是这样 就是连释迦摩尼佛也是真实的一位历史人物 他也是人 尤其在经典里面 乃至说到说 释迦摩尼佛过去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众生 那我们在当时我们没有用功 可是释迦摩尼佛就一直在修行 所以他可以成佛 结果我们还是众生 所以这样的差别 让我们就知道说 有修行有用功跟没有修行的差别 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佛法 我们也知道说 原来佛法就是要转变我们自己的习气 那修行的作用 就是在让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生命的品质 那也是从人来修的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的意义非常的深重 我们就不要小看 也不要小看就是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用功 我们可以承受的跟佛所秉持的 我们的这个基本是一样的 所以佛说人人都有佛性嘛 所以只差的就是修行而已啦 那我们已经介绍天台中 就是第一位是把印度的祖师 荣树大师 荣树菩萨 借着这个经论 那是天台中所依据的大制度论中论 所以以荣树菩萨为第一代高主 然后第二位的祖师就是北齐尊者 慧文禅师 那第三位的祖师就是南岳尊者 也就是慧师大师啦 要称作慧师禅师 那我们上一次就介绍到慧师禅师的时候 先介绍他的这个童年就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有善根 那他的长相也很特殊 他的头顶有肉迹 耳朵有虫轮 那走路就好像牛行相簿这样 非常的稳重 就好像一位龙相簿的大师这样 那我们谈到的就是他十五岁出家 那他在出家前就非常的有这种灵验 梦里常常有这一些好像范僧 好像印度人的这些出家人 劝他出家 所以他十五岁就出家 然后呢 就是很用功的在修行 而且呢 他自己就对法伐经 特别的就是用功 所以他就是送过法伐经千遍 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个佛法的不可思议 因为他有很多灵异的事情 就是瑞相 就是他会梦到弥勒菩萨 然后他自己的住处就好像有这个天童 就会好像帮他倒水 帮他好像有吃的东西就在他面前 就很多的这一些这种 好像这种略相 那他呢就是因为读了妙圣定经 赞叹禅修的功德 所以呢他就发心修禅定 那他的老师呢 就是从他开始参学天台中第二代主师 就是北齐禅师 慧文禅师开始 那他当时到了这个慧文禅师的地方 是在北方 就是北齐 就是我们中国历史 在南北朝的时代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北方是叫做胡人 像比较像这些鲜卑族啊 我们就称作不是汉族的 所以他们呢是统治的北方 那南方呢 就是在南京这一带 才是汉人 所以当时南北朝 叫做南北朝 就是分裂了 那慧文禅师呢 就在北齐 那个时候呢 就是高阳 就是所创建的这个北齐的朝代 那慧师禅师啊 就到了这个北齐去参学 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精进 不只是他自己很用功修行 而且呢 他勤于服劳役 也就是他勇于为大众服务 因为当时慧文禅师啊 在北齐是很有名的禅师 所以跟随慧文禅师的这一些的出家 在家的这些学徒也很多了 那慧师禅师呢 在那里呢 他就非常的勤劳 就是为大众服务这样 所以呢 他也不怕这个劳苦 可是呢 他就是做事的时候 他也是收舍他的心 那晚上的时候呢 就专心一致来修禅修 所以在这个传记里面说他 理是仇度 理跟是啊 理也就是说 我们是按照着这个道理啊 我们来建立我们的理解 然后我们的心 可以依照这样子的道理来修行 那是呢 就是事项 理是意理 那是是事项 事项就是说 好 那我们在修禅修啊 我们在修行啊 那在世间呢 我们跟人相处啊 我们做事情啊 那有摩擦啊 有很多不一样的见解啊 那这样的情况呢 他也是把他归回来修行 也就是说 他的心 没有放在那个人我是非上面啊 所以叫做理跟事 都可以仇度 就是他都可以运用 归向于修行 所以呢 到了这里呢 他是这样子的用功啊 可是呢 他经过了这个冬天跟夏天 等于是一年了 他就觉得好像没有证悟啊 也就是说修修 可是心呢 没有一种好像证悟的感觉啦 就是说我们好像有方法在修 可是没有突破 突破说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 当然我们说 修行没有无所求啦 对不对 可是应该是心会有一种好像 领悟到怎么样子的一个突破的境界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自己心里啊 没有这样的证悟 所以经过了这样一年啊 他自己本身呢 他就更加用功啊 细念在前 也就是说他随时随地啊 就保持着他的这个念头 就是说天台中讲的这个 这个指冠 然后能够关心啊 是在智者大师的时候 强调关心法门 那慧智禅师 他在当时这个传记里面 就特别的提到说 他细念在前 其实也就是一直都保持正念 当下的正念 都是非常有觉知的 是这样啊 那这样子经过了三七日 就是二十一天啊 结果呢 他就发烧静观 发烧静观 见一身善恶夜象 那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 哦 原来啊 他就觉得说 好像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正向 正悟的一个现象啊 也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到 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他说 哦 他就看到他一身善恶夜象 就是他这一身呢 他所修的善恶的夜象啊 就浮上来 他就看到了 那接着呢 他就特别的在更加的勇猛精进啊 结果呢 他就触动了这个八处 就是本初禅 也就是在禅定的这样的一种 非常正念集中的时候啊 那我们的心安定了 那他会影响这个身体啊 就会有就是有痒啊 或者是感觉到我们的全身会动啊 或者是好像我们的这种 这个内在会有这个转啊 这个内在的好像气啊 他就好像启发了 然后呢 又觉得全身会很重 或是感觉到冷啊 或很暖啊 或是很色很滑这样 就是好像他就启动了这个身体的 这一些的这种 我们说色心恶法 从我们的心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物质性的 那接着呢 就有残障 升起了 也就是说 他开始啊 就觉得四肢 好像没有力啊 好像走不动 然后呢 身不随心 也就是说 自己要提起手啊 要提起脚啊 结果好像也没办法随心 来运作他的身体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观察说 这个应该就是 由修禅定而起的 这个禅病 禅障 就是由修禅定而来的障碍 是这样子 那我们一般都以为说 听了这个这样子 我们就很怕修禅定 其实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慧之禅师修了好久 很有功夫了 才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初初都心都很乱 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个情况 而且真的是有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要恭喜 也就是 真的 我们的心很定热 然后真的身体启动了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学习说 那看看啊 慧之禅师 他怎么修的 他自己呢 他没有动 心里没有怕 没有恐惧 他很安定的 就来观察 他的这个 由禅定所产生的这个 障碍的禅病啊 他自己心里啊 就很冷静 很正观 这样子的现象 这样的病啊 都是从业障生起的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过什么样的业 然后因为我们的心安定了以后 他会显现出来了 这个是好事 因为我们平常 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呢 都是很怕生病嘛 那我们很怕碰到什么障碍嘛 可是在一个修禅修的人呢 他心清清楚楚的时候 当然他也不是说 我要去赶快去找我的业障 不是这样啦 而是他自然浮起的 那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 这一些业障其实他都在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现前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不清不楚的时候 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 我们就这个怨天怨地啊 是不是 那我们就好像一筹莫展啊 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处理啊 然后心里就又被苦恼 又更加的痛苦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病也不会好 可是会师禅师啊 他就能够观察 观察这样的夜象 生起的时候啊 我们看看他说 哦 这个是从业所生啊 然后这个业障呢 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我们的心起的 也是因为我们以前造作业的时候呢 是用我们的心念在造业嘛 所以现在心安定了以后 我们曾经动过的这一些的心念啊 他就陷起来了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个讲的说因果的关系啊 其实都是从心显现的嘛 那只是我们一般的人看不到 那我们只是怕 也不知道说 哦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是造业了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 很小心我们不要造恶业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说凡夫啊 只有为国 我们只害怕我们会承受什么恶果 可是菩萨呢 为因 他是害怕我们造恶因 所以这个就是有差别 那会之禅师呢 他就非常的有智慧啊 所以说从定发会 也就在这里 就安定中的时候 他看到的这些的夜象啊 他自己很紧觉得说 哦 这个就是过去的夜 然后我们的夜是从心而起的 本无外境 你说这些夜啊 没有外境啊 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善恶的这种 的这种影像 或者是乃至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其实都是从心所造成的 那这一些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境界造成的 所以呢 要反见心源 要看看我们的心 他的本源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菩萨禅师 他就领悟到说 业啊 非可得 也就是说 这个业障呢 本来也是不可得啦 也就是说业障也是虚妄的 身如云影啊 相有 可是体空 虽然有业障 是有这个相貌 我们这个身体会痛啊 那这个也是一个业的相貌而已啦 可是他的本质是空的 没有 没有 永远一定会这样啊 也就是说 他要保持很安定的心去观察这样的实际的这种状况 所以他如是观仪 哇 颠倒响灭 就是 这一些的病痛啊 他感觉会痛 这一些的连续的这种反应啊 就消灭了 就是 由他自己能够观察这样的一个 夜象 本体 是空的 所以这个是要有禅定的功夫 心要很安定啊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一有病痛 我们就怨天尤人 或者是叫苦连天啊 是不是 心就是向外啦 我们心就着这个病的境嘛 所以我们没办法回归我们的心缘 所以禅定的功夫 他就用来观察 我们 生病 是由夜而产生 然后夜象 是 本体是空的 那这样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这样子的苦 而且也不会被这个夜象所 执着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的心性清静啊 所苦消除 所以他就 等于是 弯破了这个 这个身体病痛的 这种苦 他的夜 就消了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 最究竟根本的 修行方法 所以我们说修行修行 那修行原来是要 我们的心能够安定 然后呢 让我们能够在所有的 这一些的困境里面啊 去观察我们的心 所起的任何的 这一些的颠倒妄想 是这样啊 所以 这样子的时候啊 他就保持心性清静 所苦消除 就 真的就叫做离苦了 然后呢 他又发空定 心境扩然 就是他又进入 一个 这个空定 也就是 连夜象 病痛都没有 就一切都 没有障碍 这样的空定 那心 的境界呢 就非常的宽阔了 那 这个时候呢 他是 等于是 第二年 进入第二年 然后第二年的夏天呢 这个都是 在 北齐 慧文禅师 这边的时候啦 那 他又觉得说 好像又没有什么 进步 他又觉得 自己好像 好像应该停顿了 没有什么再进一步的 这种消息 那 他就觉得 自己呢 就有点 昏沉 所以呢 他就觉得说 这样的日子 是空过 所以 心里就 升起一个 惭愧心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 想要呢 好像 放松他的身体啊 就靠在这个墙壁 的时候呢 当他的 背啊 还没有碰到墙壁的时候呢 哇 他突然就开悟了 这个因为 是在 慧斯禅师的这个传记里面啊 非常 特殊的一个 描写的内容啊 就是 描写到说 他开悟的时候是 他想放松 把身体放 靠到这个墙壁 结果就在这个当下 他就 开悟了法华三昧 那我们 知道在法华经里面 有提到法华三昧啊 那最主要是在 法师功德评里面啊 就有提到 就是六根清静啊 就是眼根耳根鼻根 蛇根 身根意根 六根都清静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所以 在大乘的经典里面啊 所写的这一些的 境界 都可以说是 我们 可以一种 开悟的一种境界 所以 当时 慧施禅师啊 他自己 所记录的是 他开悟了法华三昧 然后呢 对于大乘的 法门啊 一念明达 也就是 大乘的经典啊 包括 波洛经啊 法华经啊 这个 华恩经啊 那主要的大乘的是在 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的决性的 整体的开发 然后有这种 菩萨的这种悲心 能够感念众生 这样的悲心 那他完全 就是 在这个时候呢 就 好像明了了 所以这个是 从 慧施禅师到 北齐 慧文禅师 禅学的时候呢 经过了两年啊 他就 开悟了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那也是从他的禅定功夫 然后 进入了这样子的 法华三昧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那是什么 没轻辱吗 要是我一定立法 延办 延惩 增加更多的打炸工具 蛤 是不是有了 打炸心事法上路咯 不可以计划命 怕公告 严惩炸妻犯罪 最终关12年咯 全民来打炸 反炸165 反炸有你我 打炸心事法 加重刑罚 共同打炸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3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般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恒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 也能冲荣应对 中国古代 有一种普选的偏方 原产自山东省东俄县 因此名为俄焦 它是一种用驴皮 尖煮浓缩后的 固体动物焦 虽然说是补血圣品 然而它和所有 取自动物身上的药材一样 为了给人补身子 被选中的动物 得承受极大的痛苦 乃至死亡 俄焦又名驴皮焦 制作过程复杂而残忍 古时属贡品 为皇家补身养身之用 为了有更好的补血效果 其制作方法依循祖传规矩 沿用至今 必须在驴子活着 血液循环持续的状况下 对驴皮反复抽打 使它疼痛肿胀而变后 直到血渗出 浸透整张驴皮 再取品制药 为达补血功效 产制过程十分残忍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许多驴子逃不开宰杀的命运 高王的成本 也迫使一群不法的 俄焦厂商 开始用一些腐烂变质的 零碎动物皮料作为原料 生产出肉眼辨识不出 真假的俄焦流通驴饰面 俄焦除了制法残忍 本身也不是滋补必需品 并非所有人都适用 如果服用不当、鼻腔、口唇 会出现热疮、眼睛干涩、发红 甚至出现变中带血等症状 而从营养学上来说 俄焦属于劣质蛋白 无法满足人体对氨基酸的需求 在大多数国家的食品工业里 仅作为添加剂食用 胡乱食用得不偿失 自古以来 驴子一直是默默辅出 承载货物为人劳作的工作伙伴 对他抱持感恩以及给予回报 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 同理世上所有的生命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 而用别人的死伤 对换来的健康是最残忍 以及本末导致的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